现在满垒一出局 我们看看郭建成怎么样来渡过难关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紧张 打击出去 哎呀糟糕 安打 荷兰州跑回来多分 连连跑回来两个 单人打击的是荷兰州的第八棒 打击出去 快传 再传一垒 糟糕又得一分 荷兰队第五局上半的进攻 打击出去 右外野高飞 哎呀没有接到 糟糕糟糟糟糕 这个球竟然被二出局以后 打一个右外野高飞的接住 没接住 结果跑回来得分 中华队已经失掉四分了 打击出去 全境稳定有进阶 打跑战术中华队得分 打破了压弹 现在四比一 中华队只落后三分了 打者第二棒 boss 打出去 糟糕 中间滚地 安打 要连连跑回来得分了 连跑两分回来 哇 我看这场球是凶多几少 最后一棒黄酒龙的打击 这个大投手投的球实在是转得很厉害 打在投手身上 结果全一垒再建封杀 各位观众 这个球最后再建封杀 结束了这场比赛 中华队在第一场球输给了荷兰队 现在是日本队在一局下半的攻击 第二棒一支安打打上一垒 中华队今天签攻 第一局上半中华队三上三下 无攻而退 日本队在一支安打攻占一垒之后 大胆采取打带跑的战术 今天中华队主头是陈易信 现在急出一支安打 结果造成日本队一三垒有人的局面 一时稍稍紧张 但是陈易信有大将之分 临危不乱 接下来日本队的28号选手 其出一支高飞球 被中华队揭杀 跨潜为一 结束了一局的比赛 二局上半由中华队攻击 实际在打林仲秋一上场 就是一支左外野的嫔妃一垒安打 接着吴富联在打击的时候 林仲秋大胆倒垒被试破而封杀 接着吴富联刺块球保送 红一中高飞球被揭杀 接着李居民也是刺块球保送 今天日本队的投手是野貌英雄 在记者发稿时候 双方仍然以0比0 赞成平手 请观众继续收看 由中视频道所转播的中日之战 太慢了 太慢了 奥 大胜刚担任第五棒的打击 打击出去 结果现在我们看中导灰式 中导灰式球快传 传回来 结果扑手没有接到的球 先去这里 Safe在传向三类 Safe 这个出现了安打 安打 这个安打是中导灰式 跑回本来得到了一分 打击出去一个高飞球 林一增等在那里 林一增 切到球 他快跑 林一增快传 传出来 好 好 好 双杀 第六局的后半 日本队获得了一分 一分零 展示的领先了中华队 贸易英雄投出来 打击出去 好 球 传二类 他想剃头双杀 这个双杀的球迟到了半步 那么使得打击了林一增 增上了一类 李居民啊 跑回了本来 跑回了本来 一比一 返回了平手 江泰拳也有打长打的本钱 再投出 打击出去 打击出去 飞得高高的圆圆的 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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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 全力打 两分全力打 那是江泰拳打击出来的 21号的江泰拳 刚才提到 还有打长打的本钱 果然 他辜负国内球迷的期望 提出了 及时的全力打出来 那么江泰拳 把林一增也打回家来 他个人也跑回家来 三比一 到领先日本两分了 这是第四半 中导挥视 我们看黄平阳 如何应付 打击出去 打到了右外野方向 哎呀 又是一支安打 打击出去 传过来 现在我们看 球传到快到本类 但是跑者更快 赞成了三比三平手 从第八局之后 双方就以三比三僵持不下 比赛只好一再延长 打到预定的卫星时代 都已经用尽 中华队虽然偶有佳作 攻占二或三类 但是都因为没有事实的安打 而无法得分 比赛一直进行到十三局下半 日本队集出一支 在天安打 中华队才不幸 以三比四败阵 中华队输了这场比赛之后 后天中午 仍将出战波多黎各 如果能够获胜 而且日本队在击败荷兰 则中华 荷兰 波多黎各 都是一胜二负的战绩 必须比相互胜负分 决定谁是能够进入决赛的 分组亚军 因此中华队必须把握最后机会 击败波多黎各 还有希望晋级夺牌 让我们大家为中华队加油 好三块满球树一出局 没有人上来打击出去 软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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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打 没有抓到 这个真的被他打中了三不管地带 波多黎各 对第五局下半的进攻 接下来单人打击的 波多黎各的第六棒 阿勒波多黎各 布拉塞罗 左手打折 打出去 右外野 安打 赶快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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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吃掉了 又一个密斯拉斯 第五局下半 一个对方的右外野安打 然后抱拳 使波多黎各队连下两分 打击出去 游击前 游击手接到 快拳一蕾 再剑封杀 中华队在最后以2比0 又再度败给了波多黎各队 我爱你 以后 响